本土的案例 總共有12例 那我們從這個17230 這樣的一個板塊來看 我們增加了17474 的一個家人17533 另外增加了一個17468的家人 那是17534 那些都是這個 在家人被匡列的 然後被在在有一個震 就是有一個情況 然後再拉出來再採 所以這是家人的 那這邊是有2例 那另外在手推車這邊就增加的比較多 所謂的增加比較多 大概就是 從17507 他們是一根下面這個 17535175691757617577 這是一個同職場的 這裡面大家也記得大概就是 從這個居服員為核心 那一個神他先生來給他 那他也傳給他小孩 然後他傳給這個17507 前兩天已經報告過 就是他的一個乾妹妹 然後他上班的地方總共有5位 是被採了確診 所以因為因應這 5個 這是一個電子工廠 那今天下午這電子工廠 基本上他就停工了 他總共停工 那是因為這整個職場裡面有5位 所以在桃園這邊就 決定把這個 炸水油在職場的相關接觸者是280 名 那全部收入在集中檢疫所 然後該電子廠就先停工 因為他全部的人都已經都居隔了 這是一個比較大範圍 不過人也多 一個職場 這200多人的職場 有5名的確診 所以我們擔心在裡面有一些的傳播鏈在 進行 所以把全部的人都把它 列為 隔離 而且都到集中檢疫所去 到集中檢疫所去 那這裡另外一個17573 17573 從居服員傳給他小孩子 那小孩子 那他們在這個安親班的朋友 有一個17505 這2天大概都在談的這個個案 那然後他就跟他的母親 也有確診了 他母親也確診了 那相關的匡列 地方政府 桃園現在正在進行 第二十五年